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些媒体国际上面主要的财经媒体 他们是如何看待世界的 我们不一定要百分之百 就是接受他们的看法 但是至少我们会知道他们关心什么 他们用什么样的角度来看待问题 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开拓视野的方法之一 这不是所有的方法 但这是方法之一 好 今天的这几篇文章 我都觉得我刚刚看标题 我都觉得很精彩 我很想要听听他们的看法 好 不过我们还是先从一周的关键次开始说起 哈喽 学文 对 凤鑫 大家好 我想这一本杂志确实蛮特别的 那就像凤鑫说的520 所以如果有看到这本杂志 首先可能会发现非常难得 这一次这本杂志除了封面故事 待会会探讨所谓的美国民主之外 有四篇文章 四篇一二三四 都是谈台湾 分别从文化两岸国防 甚至能源危机 所以大家有兴趣对台湾关系人可以去看 不过经济学院角度不见大家都赞同 就是还跟凤鑫说的 这本经济学院也很特别 这一次的关键字 政治板块跟财经板块 总共只有29个关键字 比较少 那政治板块第一个关键字 直接谈的就是普京跟习近平 5月12号 我想很多人都看到了 俄罗斯总统普京 宣誓就任俄罗斯的第五任 第五届领导人之后 政府改组随即发声 那普京更换了国防部长 他的名字叫邵伊古 其实很多人非常的意外 但他选择了继任者 更多人感到意外 是一个平民经济学家 他的名字叫贝洛乌索夫 那一般人认为呢 俄罗斯总统选举后的 这些高层改组强烈表明 普京正在采取重大的步骤 动员俄罗斯的经济 和国防的工业基础 来支持乌克兰的持久战争 并可能为未来跟北约的对抗 做好事先的准备 另外呢 普京也选择在北京 会见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这是他从今年3月份 赢得选举后的第一次出国访问 那两个国家领导人 重申会互相支持 西方官员则指责习近平 支持普京在乌克兰的战争 今天第二个关键字 就商业板块了 谈的是中国电动车 Chinese EV 拜登宣布对中国苏美的产品 征收新一轮的关税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 把电动车的关税 直接提高到100% 那美国进口的中国电动车 其实是相对比较少 但拜登表示 他的举措是先发制人 而中国的汽车制造商 事实上比较在欧洲扩张 一般认为拜登的目的是为了 拿到密西根州的选票 因为大家都知道 密西根是美国汽车工业的中心 也是11月份大选重要的关键州 而半导体太阳能电池 和关键矿物关税也同步增加 那愤怒的中国当马上反击 这是政治操纵 并发誓会采取保护手段 今天第三个关键是AI人工智慧 5月13号 人工智慧领域的竞争越来越剧烈 OpenAI把他的聊天机器人模型 更新为所谓的GPT4O 那这个O代表的是 OMNI OMNI 无所不包 那最新的版本能够解释 与音命令并进行对话 Alphabet也推出了所谓的Project Astro 这是一款能够回忆 与音命令的人工智慧的助理 另外用于为人工智慧数据中心 供电的所有能源 已经导致了科技公司的碳放量增加 微Microsoft的一个报告 微软去年由于建造更多的数据中心 甚至包括建筑材料中的碳 还有半导体 磁浮器和机架 已经间接为这个地球排放量 增加了31% 三成以上 今天第四个关键是 很久没看到了 迷因股票 在疫情期间 处于单日当冲狂热中心的迷因股票 最近卷土重来 大家可能很久没听到这个名字 GameStar 股价一天暴涨74% 另外一家AMC 股价上涨78% 这一波新涨事很有趣 是由社群平台X里面的用户 很多人听过他的名字叫Roring Kitty 引发的 这个账号跟以前任职财务顾问的 名字叫Kiss Gear有关 他两年前贴出系列影片 分析GameStar 然后吸引了外界的关注 而这个账号已经沉寂了两年 没有想到在上个礼拜 贴出一个梗图 有一个坐在椅子上的男人 忽然倾身向前 全神贯注 曾经驻迷因股票热潮的 乡民论坛Reddit 用户立刻开始疯狂敲进GameStar 这个事情的重点在于 散户抱团的力量 看起来比想象来的更大 随时准备把数千万美元资金 投入少数个股 有影响力的新进网红 只要恰当的发布迷音梗 就能够吹动蚂蚁熊军的公式 今天最后一个关键字 跟以前一样我们挑比较有趣的 他直接挑的是一家公司 如果带过英国人比较知道 他叫Raspberry Pi 翻译叫做树莓派公司 这是英国一家 廉价微型电脑制造商 他已经宣布在伦敦上市 那在英国股市 越来越难吸引到科技股的时候 等于帮英国股市 打了一记强行针 这一家总部位于 剑桥的电脑模块制造商 是一家面向工业客户 爱好者和教育工作者的 低成本的电脑制造商 随着Sony跟所谓的软体设计公司 ARM的投资 由于疫情期间的供应链短缺已经恢复 还有所谓的Raspberry Pi 5的成功发誓 公司估值预估会超过5亿美元 最后这一家公司我还真的没听过 学问你知道这是一家 在英国读书的人比较听过 他有点像 他有点像早期是做那个白牌的 就中华商场 你自己去组装 然后是一家公司 然后卖的电脑很便宜 专门卖点一些 比较买不起名牌电脑 是靠这样起家的 所以他现在还是在做这一种 就是把各个零组件分散 然后让大家去买各个零组件 然后来自己组装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吗 没有没有 他是靠这样 所以他卖的电脑比别人便宜 卖给相对想买到低价电脑的人 他是靠这样 他不是开中华商场 他本身就是在做这个事的 所以他自己会组装好 对啊 他卖的电脑相对就是白牌电脑 低价电脑 那这样子就能够 就能够对大家有那么大的振奋啊 当然啊 感觉上面这家公司没有什么技术啊 可是有量就好了 有成交量啊 哦好好好 OK 好 当然我觉得这一波的这个迷因跟 跟上一波的迷因 感觉上面那个规模真的是不可同日而遇 当然如果说他在持续下去的话 那就又要小心注意了 因为但凡迷因开始疯狂的时候 通常都会是最后一波的时候 但我觉得到目前为止还算节制啊 没有疯狂到那种程度 我们再观察好了 那个叫咆哮小猫 这样非常的有趣 好 我们就进入这一期的Cup Story啊 谈的是民主体制的衰败 从美国开始说 美国民主 主要针对是美国 好 我们来听看看 所以大家如果有看到封面设计 封面设计就很有意思 大家可能一下看不出这是谁 经济权这次放上的是罗马帝国的暴君 很有名的暴君凯撒大帝 可是大家看到呢 他左手拎着的是美国的国旗 那为什么拎着 右侧有几个大字 美国抵御不抵御的住独裁者 所以他觉得美国都有可能出现独裁者 那这次经济权用了两篇文章 分别是序论板块第一篇 还有briefing专文解释这个议题 我想这个议题其实蛮论文式的啦 然后比较偏向政治 但是我们尽量把它用简单的方式 跟大家分享一下 文章提到呢 其实很多人可能没有办法接受 美国现在这副模样 因为冷战过后 美国模式曾经一时之间无懈可击 可是现在整整一代人过去了 没想到美国人对自己也失去了信心 曾经任性致意的战事 金融危机的频发 还有政治制度的瑕疵 让美国政治中充满了怒气 使得今年这场总统大选变得更加针锋相对 美国人甚至听见自己的领导人 公开在毁坏自己的民族体制 那整个呢 美国的这个政治失能 让很多人觉得匪夷所思 那真正正确的答案是 如果美国人相信光靠着美国宪法 就可以让美国不受民粹主义和独裁政权的侵害 那他们真的太天真了 今天民主的持续仍然一如既往 需要依赖全美无数人民的勇气和信念 就像金晋璇在briefing专文里面有特别提到 宪法秩序现在在美国看起来非常脆弱 潜在的独裁者绝对可能在既有宪法下面出现 因为现在的法律漏洞百出 作为一个建国历史不长的国家 美国不但需要担心本土产生的暴君 还必须担心那个落败的川普 国会授予总统一个紧急的权力 可以在危机的时候维持秩序 而根据美国的国家叛乱法 美国总统可以部署陆军或海军 来镇压国内叛乱或联邦法律被忽视的情况 所以很多的美国总统在过去 总共有30次援引了这项权力 来制止所谓的罢工 共种族隔离还有最近一次是1992年的洛杉矶暴动 然后美国有个智库叫Brennan 他列出了美国总统可以透过国家紧急状态 宣布的135项特殊的权力 其中甚至包含了冻结银行账户 还有关闭网际网路 美国总统还可以自行决定何谓紧急状态 那川普曾经援引其中一项条例来资助 他在美国南部的边境墙 拜登好到哪里去 他曾经免除了美国学生的贷款 那经济学人认为 美国国会有必要每六个月review一次 不应该让这个事情就悬在那里 以上种种的让致满成了美国民主政治的一个风险 你可以说他大惊小怪 但所谓的紧急状况确实容易被操作 而且他们往往是强人政治的好朋友 当执政计划受到威胁的时候 再伟大的总统也可能断然主张宪法外的权力 美国内战时期 林肯就曾经暂停人身保护令 罗斯福甚至未经审判 就拘捕了不少的美国人 而阻挡独裁政权的宪法最大的障碍之一 就是美国的第22条修正案 这个修正案限制总统只能连任两届 但如果出现一个质疑万为 而且旁边充满了令城 或者疯狂军事将领的独裁总统 那白宫会发生什么事 就没人说得准 美国有247年的建国历史 不过那些在19世纪开始 抄袭美国宪法的拉丁美洲的国家 最近几年纷纷走向强人政治 所以美国看起来越来越难以幸免云难 跟这个世界任何的民主国家一样 真正支撑美国的其实不是法律 而是良好的公民法官和公务员的价值 好消息是在凶悍的强人短时间之内 还不会一下把美国这些事情都毁坏了 其中军队是美国最健康的一个机构之一 因为军队中充满了对宪法宣誓效忠的军人 各个州政府自己也拥有一定的财富 也拥有对自己事务的管辖权利 更何况大多数的警察是为州政府工作 而不是为总统工作 美国的媒体党派性格确实有变得比较明显 但还是有它的独立性 所以也不至于被某一个党派完全控制 那更不要说整个分布在美国数百个机构组织 和15个部会 甚至有着近300万名员工的所谓deep state 就地方政府的公务员 这些人也不会一夕之间忘记自己的职责 美国人确实开始对规范被侵蚀感到遗憾 但行政权力的滥用也可能让新的规范产生 你譬如说尼克森因为水门事件辞职之后 司法部开始不考虑总统的意愿 就决定展开调查和起诉 川普曾经表示他会废除这一切 但任何援引紧急权力或国家叛乱法的独裁者 必须先有办法克服司法的独立性 今年的两个总统候选人 看起来都在指责对方破坏民主 但拜登仍然是一位遵从制度的旧式政治人物 川普则截然不同 他在2020年拒绝败选 导致了2021年1月6号的国会大厦的攻击 现在最糟糕的是两党已经公开放话 不承认对方的胜选 因此总统当选人对规范的漠视 才是最有可能侵蚀美国民主体系的风险 文章最后呢 经济学认为川普注定没有办法成为一个 我们真正害怕的独裁者 因为他是一个三心恶意 心不在焉急于逃避责任的人物 真正的危险是他对规范和体制的藐视 有可能削弱美国人对政治体制的信心 但现在看起来只有越来越少的人相信美国的民主 所以文章最后说到 美国人一次又一次的投票支持 Change就是改变 但他们每次选出来的政治人物 始终没有办法满足他们的需求 据说富兰克林在离开制限会议的时候 有记者问他你到底创建了一个君主制还是共和制的美国 他当时回答如果现在一切保持不变 他就是一个共和制 随着这一次美国总统大选的逼近 一般美国人正理所当然的把富兰克林被问的问题 转给了那些正在领导美国的州政府 或位居联邦的政治人物 他们到底有没有能力保住既有的美国 我不知道学伟你跟我是不是有同样的感受 因为我们差不多年纪 我们都是曾经看过美国辉煌时代的一代 我们看过那个从1990年代之后 那么全世界都沉浮于美国民主价值 自由价值 所谓的华盛顿共识 然后市场价值 我们都曾经是这样子的一代 但是我们也很快速的看到 美国现在是亲手的摧毁这所有的价值 我觉得现在技术学人呢 他所谈的是美国摧毁民主跟自由 他的可能性 因为他讲谈的是这个紧急命令 谈的是紧急权利 但是他摧毁市场这件事情 事实上技术学人也是抱持着反对的一个态度 我说这几件事情都是合在一起的 你怎么去看待一个在顶尖在辉煌 然后当全世界都服役于华盛顿共识之后的美国 为什么今日会沦为如此 我不知道凤卿的感觉是不是跟我一样 因为我们其实都看过很多好莱坞的电影 其实台湾有很多好莱坞电影 蛮特别的是很多都是以总统为主角 然后在好莱坞电影里面的总统是有血有肉的 对不对 他也会谈爱情 他也会心软 他旁边也会有小人 也有好的政治人物 好的幕僚 坏的幕僚 我觉得我个人感觉 我觉得从好莱坞电影我们可以看到 以前电影里面不管怎么样 这些美国总统最后都知道他效忠的是 美国 然后我有一定的民族体制来规范我的事情 对吧 那当最后好人都战胜坏人 那我觉得这几年呢 因为去全球化 因为地缘政治 因为全世界秩序乱掉 那个人性 被放大到极致 就是我们在好莱坞电影里看到的美国人 以前他会克制自己 现在不会克制 为什么 因为现在全世界反精英 反体制 平复不均 美国式资本主义 很多人充满了不满 对这些人性被挑递之后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拜登跟川普 你把他当成两个老先生 他们讲的所有东西就变成理所当然 可是你把他当成本来该有的美国总统 因素体制的美国总统 你就觉得很非一生思 他们放大人性当中 属于丑陋的那一面 而且无所未顾 以前会 以前我再怎么样有总统的样子 现在从川普开始我们发现 你当自己好像 让老百姓更喜欢你 所以拜登也有样学样 对 我自己有一个很强烈的感觉 我觉得在1990年代的时候 我到现在都还记得福山 美国非常知名的政治学者 他里面提到的历史的终结 意思就是说 华盛顿共事的这所有主张的价值 就是历史人类所能够演化出来的最好的制度 其实当他讲出说历史的终结的时候 其实就是美国最自得意满的时候 因为他自得意满 所以他没有去面对自己内部 需要去修补 需要去改正的错误 而放任这些错误继续的放大 今天美国内部的问题 错误已经大到 他们没有办法靠修补来解决的时候 他们将所有的怒气 去对准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而这正是他从自得意满 开始往下滑落的时候 我觉得美国社会 其实福山有用一个词 来形容奉行讲的 美国如果一旦发生这个事情 很多人可能听过叫political decay 就是政治的衰败 我觉得其实这一次 方面故事谈的就是political decay 而我所形容 我觉得我在上个礼拜 我就是我形容了这一个欧洲 现在的情境是失去中产阶级 也逐渐的失去中间力量的社会 我觉得现在美国也是 就他的中产阶级快速的流失 他的中间力量也快速流失 他是相辅相成的 所以他不纯粹只是说 这两个什么川普拜登 这两个老人的闹剧 当美国只能够出现 这两个老人来选择的时候 真正的问题是 他们失去了大量的中产阶级 就失去了大量的中间力量 这才是问题的根本 我觉得这才是乱的根源 很可怕 好 不过接下来呢 你这个伦敦金融时报这边的设论 我也非常的有兴趣 我想大家都很关心 就是日本政府就进场干预日元 然后让日元从160对1美元的 三十几年来的低点快速的爬升 当然他一度爬升到153日元对1美元 不过最近又回到大概是155日元对1美元 伦敦金融时报要来谈这件事情 你觉得守得住吗 对 这个是最新一篇 伦敦金融时报的社论 伦敦金融时报蛮不客气的 他觉得日本在做的事情 代价高昂 而且独牢无功 所以他的标题直接写的是 干预日元的局限性 limits 那我们看看他的文章内容怎么说 我觉得前面有一部分是在 follow刚才凤琦说的 最近发生的事情 不过他最后面的结论下的还不错 文章一开始他说呢 事实证明日本支持本国货币的干预 他很有意思 他举了希腊神话中 很多人可能听过这一个人 叫西西佛斯 西西佛斯就是一个被惩罚的神 不停的把大石头推到山上 然后大石头就滚下来 他就一直在推石头 他说现在日本央行的动作 就像希腊神话中 不停推石头失败的西西佛斯 那全球的外汇交易员都怀疑 日本的财务省已经动用了591美元 把日元对美元的汇率 从两个礼拜前 该奉行说到的160日元 推升到153 但这个礼拜他又跌回了156 比155还要低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之后 我们就来看这个西西佛斯能成功吗 那日本能成功吗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节目现场 现在就下载98新闻台APP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精彩节目 欢迎回到news98财经起床号 节目现场 我是陈凤鑫 非常欢迎YouTube的朋友们 一起收看录播 这是事先录影的这个节目 一周国际经济趋势在我们线上 是我们的老朋友丁学文 学文刚刚提到 人文金融时报最新的这篇社论 谈干预日元的局限性 形容日本政府这一次呢 对于日元的干预 是像西西佛斯一样 每天不断地推石头上来 然后接着呢 就石头又会往下滑落 所以是徒劳无功的工作 好我们继续看听下去 这个干预动作呢 凸显了单边货币干预 总体上的徒劳无功 曾经拖累日元下跌的日本经济 基本面其实没有明显的改善 尽管日本央行三月份 结束了负利率政策 引起了全球的关注 但目前为止它的基准利率 也不过是回到了0.1% 而且日本央行对于 未来升级的态度 一直抱持着鸽派的态度 就是还是倾向宽松 那由于通货膨胀强于预期 所以最近联组会 也已经在更长时间之内 有可能把美国利率 维持在5.25% 而美国最近的殖利率上涨 意味着美元将对日元 和其他货币 持续带来升值的压力 直到美国利率真的下降 这使得日本单方面的干预 变得更加没有意义 事实上这并不是日本 第一次进行外汇的干预 2022年底 当日币对美元跌破150的时候 日本财务省当时 总共进行了三次的干预 支出了587亿 这些介入措施的效果 也都只是暂时的 接下来就是几个月之后 日元走强 并不是因为这次的干预 而是因为当时 美国公债殖利率下降推动的 那日本最近倾向于日元走强 其实认真说起来 也不令人意外 鉴于日本经济 对能源和食品进口的依赖 日益增加 日元走强才能提高 日本在国际市场上的购买力 它也可以支撑家庭的储蓄 这其实对日本至关重要 因为日本的人口老化 让家庭对银行存款的 依赖程度越来越高 而支持日元的冲动 也可能研制于2008年 金融危机爆发时 挥之不去的担忧 因为当时的日元疲软 掩盖了潜在的经济脆弱性 所以在全球金融体系开始动摇 日元一下子大幅升值之后 当时造成了日本的巨大痛苦 政治也有一定的作用 日本现在的首相岸田文雄的政府 担心经济不稳定 会抑制消费 然后引起公众的恐慌 然而对日元强势的关注 很可能会被误导 就目前而言 货币贬值才有好处 在三月份的日本央行会议上 货币政策委员会 赞扬了良性通货循环的回归 因为在经历了数十年的物价低迷之后 日本的薪资上涨 开始引发另一波的通膨 但此后的日本通膨又开始放慢 就像上个礼拜 日本央行货币政策会议提到的 日元走弱 可能会迅速刺激物价的上涨 从而让日本央行能够实现通货膨胀的目标 尽管日本高达590亿美元的浪费 表明单边货币干预 长期来看是徒劳的 但任何干预的短期效果 还是取决于它的真正的目标 日元现在在全球市场上 占据着一个非常特别的地位 因为过去数十年的超宽松货币政策 让它成为最货套利交易 青睐的一个金融工具 进而打压了日元 鉴于日本拥有庞大的外汇存底 一次性干预 你可以把它看成是日本政府 向货币交易者发出的理性 而且表示他负担的起了一个表态的警告 要求投机者停止他的投机行为 但伦敦共同时报建议 日本做做这样子就好了 在日元疲软的基本面消散之前 燃烧更多外汇存底 只是为了向交易者发出进一步的讯号 而交易者有可能反过来 利用未来的价格干预 来获得更大的优势 很可能最后又是一场 西西佛斯式的剧本重现 其实《伦敦金融时报》的这个论调 我在别的地方最近也常看到 就是日本政府 就是日本政府其实是欢迎日元贬值的 他无意让日元升值 只是说当贬值的速度过快的时候 他想要介入 然后干预他的速度而已 但是并不打算要改变他的方向 如果这是真的话 那日元未来在贬值超过160的可能性 还是非常非常的高 关键点在于 第一次他要去干预的时候 大家觉得说 你现在日本的民众 这个进口物价太高了 受不了了 所以你不想让日元贬值 第二次大家已经开始怀疑 你可能无心改变方向 我认为如果到了第三次的话 那日元的贬值速度 你就连干预都干预不了了 这是我的现在目前初步看法 可是我觉得如果是用这样的政策方式下去的话 他当然解决了一些日本的债务问题 就是日本政府的公债问题 可是日本民众是付最大代价的一批 他们会物价大到他们无法承受 高到无法承受 可是他们的薪水再怎么涨 可能都涨不过物价 我觉得这是现在很大的风险 第二个风险就是我们了 就是整个亚洲 日本人今年已经过得很累了 你没有看前阵子日本的那个长假 日本人都不出国旅行 都在国内看英华 你觉得他们会是最坏的状况吗 没有我跟你讲 其实金融圈的人就知道 如果说任何进金融圈的年轻人 最不想被分配到的是外汇交易室 因为外汇交易室除了日夜颠倒 其实压力很大 因为凤信你刚才讲的东西 就是外汇交易员平常吃午饭跟晚饭 拆来拆去拆来拆去 但是外汇交易室有一句话叫做 你拆来拆去你也拆不到 对啊 没错 那你现在看好日元吗 你觉得他守不守得住160好了 没有 我觉得 现在看任何国家 任何政府的考虑 你一定要记住四个字 政治考虑 那理论上来讲 日本政府应该 因为日本人民并不欢迎日元 继续这样贬值啊 贬值到他们现在 不能出国也就算了 他们所有的进口物价高到 他们无法承受啊 但问题是 你这个都还是全球化时候的经济推论 现在是去全球化 是政治考量的时代 而每个政府都觉得 我的钱再怎么不够 也没有像美国人那么大手大脚 所以钱不是问题 以前全球化的时候 每个国家会考虑我的赤字啊 我的GDP啊 我的经济啊 现在不是政治考量第一 可是政治考量第一的时候就很复杂了 就跟我们刚才在讲拜登川普一样 他就是人性的考验 所以这篇文章里面 我觉得从头到尾我有说 最后只有一段我讲的最好 他提到了岸田文雄 岸田文雄想什么最重要 其实他都不重要 那你觉得他在想什么 我不知道我哪那么厉害 好OK 来这真是 我还是从我的角度 当然猜不猜得到岸田文雄在想什么是一回事 那我觉得关键点是日本民众超惨 那最担心的是万一这个贬值向外拓展出去 导致亚洲禁贬 哦那才真的是整个亚洲的大势 我觉得现在全世界最关注的 所以其实现在全世界这个议题 他讲的是日本干预嘛 其实有另外一帮人最担心的是 美元升值到底怎么办 美元这么强 这是另外一帮人 另外一帮人在担心美元一直升怎么办 这边是一直担心日元一直贬怎么办 各有各的角度 这一体的两面啊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你挑选是经济学人这一篇啊 来谈一个上兆美元的人工智慧 的人工智慧 其实谈的是大型科技公司的资本投出 资本支出已经到了非理性 这个其实对我们来说又是一个警讯耶 当然哦 其实其实奉献我在节目中应该是讲过好几次 因为去年11月那个什么Chart的GPD出来之后 前年11月哦 等一下这是前年11月哦 对啦 然后你看然后那个黄先生不是不停的在夜市穿梭 我讲好几次 然后我第一次讲乌鸦的时候 我是跟大家说他炝电很凶 对 对 然后第二次我在节目中说 我是說他商業模式到現在沒出來 那當然台灣因為磁伏器啊 或數據中心 當然硬體的銷售會增加很多嘛 還有半導體的晶片 make sense 那越來越多的聲音 開始跳到第三個環節 很多人開始回憶 他好像2000年的.com泡沫 就所有人都往那裡衝 所以這篇文章主要在告訴我們 經濟學院認為裡面已經開始 真的有點像2000年的.com泡沫 的非理性繁榮 那我們來看看他的內容 那這本雜誌呢 我剛才前面開場沒有跟各位說 這本雜誌空題來說以政治為主 除了封面故事 你如果仔細看台灣就有四篇 還談到了什麼加拿大啦 烏克蘭 反正你關心的政治議題這次都有 但這一個專題呢 是比較特別跟科技有關的 他總共用了序論第五篇 還有科技板塊第一篇 來談我剛才談的這個議題 那他的標題直接說 要大家謹慎防止 過度的炒作和過度的建設 那我把它summarize 因為時間問題 它是一個可能大篇的文章 因為商業板塊第一篇也有寫 所以我只能把它summarize 簡單來說文章一開始說 從19世紀的鐵路熱潮 到美國互聯網時代的電信繁榮 人類往往會因為一個新技術的橫空出世 帶來資本支出的狂熱 隨著深層式人工智慧的興起 這個歷史好像又活生生在我們的眼前重演 最近幾個禮拜四大科技巨頭 包括Alphabet Emeron MEDA 和Microsoft 共同承諾 今年要支出2000億美元以上 主要是幹嘛呢 用於數據中心的建設 晶片的購買 還有其他用於建構訓練和部署 深層式人工智慧模型的設備 這整個比去年 2023年又增加了45% 這個世界看起來就是一場人工智慧的軍備競賽 而科技公司不僅在大力購買基礎設施 過去幾年 他們還大規模投資相關的新創 一般的創投甚至跟在後面搖旗吶喊 如果過去的經驗可以違建 以死違建 蕭條即將到來 這句話經濟學員講的很重 而這些科技巨頭在股票市場上的份額全值又這麼大 才能過剩如果一旦發生 他們取消的中國可能會變成自己 而後續的影響難以估計 好 我們稍微休息一下 我們來稍微休息一下 這個部分呢 他所描述的一個場景 其實是讓人擔心的一個黑色場景 會不會出現呢 他如何的演繹出這個場景 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現在就下載98新聞台APP 隨時隨地收聽我們精彩節目 歡迎到回到98新聞台財經起床 好 節目現場我是陳鳳馨 在我們線上是我們的老朋友丁學文 也非常歡迎YouTube的朋友們 一起來收看錄播 好 剛剛提到的 記憶學人的這一篇文章的開頭 感覺上面就是形容一個黑色的景象 那黑色的景象重心點就放在 你看到不管是Alphabet也好Meta啦 Microsoft也或者是Amazon 他們對於AI的伺服器的這種大量投資 一旦產能過剩 整個黑色場景就來自於一旦產能過剩 那整個情景就會變得非常的暗淡 但是真的會出現這樣的狀況嗎 因為我們前幾個禮拜所看到的 不管是華爾街也好或台灣聽到的財報 其實都是營收獲利成長優於預期 這個優於預期無法再實現嗎 學位我們繼續 鳳馨我要先回答你剛才問的問題 其實為什麼會舉網際網路 你剛才說他們的獲利數據都很好 營收的很好 那你去看.com泡沫破滅之前的Cisco 你就知道為什麼經濟學這樣說了 因為當時網際網路賣的最好的也是Cisco硬體 反正後來就很慘 不說了 然後文章繼續 根據Morgan Stanley的數據 20世紀90年代的時候 全球的電信公司 因為相信網際網路的時代即將來 所以在當時資本支出一下暴增了三倍以上 然後也在全世界鋪了6億公里以上的電燃 最後因為消費者不願意付費使用 所以他們其實賠得蠻慘的 今天科技巨頭關於人們 願意為聊天機器人和其他人工智慧 付費的假設也可能最後證明是錯誤的 所有跡象都顯示 大型科技公司現在處在一個 非理性的繁榮情緒之中 支出失控有可能是最大的風險之一 華爾街已經公開預期 這四家科技巨頭的資本支出 在未來五年內會達到一兆美元 收入可能表面就像鳳馨剛才說到的 財務表表看起來蠻漂亮的 可是成本也在同時增加 金融市場已經出現了一些不同的想法 另外一個風險是模型會被商品化 更小的開源模式的替代品 正在變得越來越好 而且越來越便宜 最後一個風險是規模帶來的收益遞減 隨著運算能力和數據的增加 科技巨頭的模型變得越來越龐大 但他們的邊際效益可能會遞減 事實上跟任何形式的軍備競賽一樣 資本支出的背後驅動力 既是防禦性的也是進攻性 這四大科技巨頭的不弱人厚情有可原 好處是對整個社會的損害有限 跟曾經的鐵路和電信電纜一樣 產能過剩其實會讓價格變得更便宜 在許多基礎設施繁榮的時期 使用者最後獲得的利益 肯定大於建設基礎的人 這種情況如果再次發生 我們其實不用感到驚訝 那也不用感到太害怕 真的害怕的是這些 大規模資本支出的企業 嗯 好吧 但是受傷的絕對不會是這些 大規模的資本支出的這一些企業 受傷的還是 散戶股民 對 所以Gainstaff又來了 沒錯 萬一他們變成Gainstaff 那就真的是危險了 好不容易 我覺得其實 全世界都有 台灣也很多 其實看股價說產業的人 真的很對不起 很多的一般人 你真的不可以這樣 就是你覺得股價代表產業 其實是不對的 這個世界已經變了 以前是說股價是 經濟產業的先驅 真的這個圖窗已經不準了 我就不是了 對真的不要看 你看到台灣很多 可是台灣很多人 還是用這個模式 在騙一般的小老百姓 你看股價長那麼高 所以你看他就是很好 哇你看他股價長那麼多 財務表那麼好 所以他會繼續漲 欸你用騙這個字欸 你說的好 你比我重欸 你說的狂 罵的比我重欸 怎麼辦 因為我是在受不了 因為他們每次在分析個趨勢跟產業 一定會講到股價 繞來繞去就講到股票 不過那個根本是我們也要提醒大家的 說股票是經濟的櫥窗 現在這件事情在現今這個世界 已經是越來越不適用了 這一點是一定要先想清楚的 對 好來回到台灣 你剛剛提到 剛剛一段把它刪掉 一定要 因為這是很重要的景語 你知道嗎 我跟你講歷史會做見證 下面一個景語更大 這本雜誌有四篇台灣 對不對 都是景語 你特別挑選能源這件事情 我挑一篇賴清德今天最不想聽的 好我們來聽 我們來聽看看 你知道其實最近幾期亞洲版塊 越來越好看 因為亞太的影響力越來越大 然後亞太版塊這次有六篇 有兩篇是台灣 那我挑的是亞洲版塊第五篇 他對台灣嚇得比我還狠 還好我選他 這樣大家會忘記我罵得很狠 他的標題 對台灣的標題寫的是這個 一個非常脆弱的電網 直接標題下這個 副標題更狠 全球半導體霸主台灣 正在面臨能源的短缺 我應該有稍微被分散風險掉 那我們來看一看 我們來看經濟學院 為什麼對台灣那麼擔心 我一樣把它summarize 跟大家分享 文章開場白就說 即將於今天5月20號 就任台灣總統賴清德 對台灣的能源結構 公佈了一個雄心勃勃的計畫 他說他會在2030年 把再生能源的發電比例 從目前的11%提高到30% 他還說他會在2050年 幫台灣實現淨零碳排放 不過事實上 經濟學院認為 停電已經開始困擾台灣 這個全球60%以上 先進半導體的產地 到底能不能成功避免 能源的緊縮問號 然後第二段說的是 即將卸任的蔡英文 剛剛上任的時候 也曾經信誓旦旦表示 要同時減少碳排放 而且逐步淘汰核能 當時的台灣核能佔總發電量的12% 現在已經減到不到7% 台灣國立中央大學的一個教授 叫梁啟元就公開說 2017年到2022年期間 規劃中的風力發電項目 其實只有四分之一 是按原來規劃進行 同時間供應台灣一半電力的 液化天然氣接收佔 它的建設迷選落後政府的進度 相較之下許多人認為 台灣應該重新考慮啟動核能發電廠 甚至啟動2014年 就進行封存的第四座核電廠 事實上過去七年 台灣已經發生了三次大規模的停電 2022年發生的大停電 導致了500萬個家庭的停電 半導體石化和鋼鐵企業 在當時損失超過50億新台幣 有一些專家認為 台灣政府沒有為台灣重要的產業電力 需求制定計畫 紐約有個智庫叫曼哈頓研究所 也公開估計 電子製造已經消耗了台灣 37%的電力 文章最後提到 賴清德曾經公開表示 他會進一步研究 提高能源使用效率的方法 他甚至暗示 不排除對核電重新開放 不過有學者 他說的是清華大學的教授 公開提出 即使現在開始重新啟動 老化的核電廠 最快也要三年 才能夠真的啟動並且運作 當然如果說是核二核三 研議的話 也許不需要 核二的部分比較難 核三如果研議的話 他至少可以維持 剛剛所提到的7%的比例 維持不變 然後看看核二 他如果要研議的話 他重新啟動 花的時間 是真的要比較長 所以呢 即便說你要讓核能 重新的運作 坦白說 我覺得那個缺電的危機 還是一直近在眼前的 隨時隨地 隨時隨刻 我們的能源政策的錯誤 其實苦果是才剛剛開始 我們越是表 好的 我先講一下 一個烏鴉 也許可以取代另外一個烏鴉 如果剛剛前面所提到的那一個 大型科技公司資本支出的泡沫 這件事情如果真的出現的話 那我們不會有缺電 因為經濟 這個邏輯真好 對不對 因為衰退擺在眼前的話 我們就不會有缺電 但如果前面那個烏鴉 還沒有實現的話 那我們缺電的問題 就會變得非常嚴重 所以我們會在兩個烏鴉當中擺盪 真的 我這樣講合理嗎 然後天上有一些黑天鵝 對面還有一隻灰犀牛 好啦 我們可以審慎樂觀 就是說我 我現在要講這個話 不知道有沒有說服力 我覺得就長期而言 我覺得人類是有智慧找到方向 雖然我們今天講的其實都是都是不利的 不管說是談到美國的民主體制的衰敗啦 或者談到日本的干預日元這件事情 因為他沒有干預成功 其實也是整個亞洲貨幣的大型的危機啦 或者是我們來談說人工智慧有沒有出現泡沫 乃至於台灣的缺電問題 我們講的這幾件事情 雖然看似都是烏鴉 但是我覺得我們面對問題 然後試著想方法去解決它 我們最終找到解決方案的可能性還是比較高的 所以我們可以把長期來看 看成樂觀 但是眼前的問題我們必須去面對它 那麼如果把眼睛給蒙住 那些問題就會撞擊我們 但是如果我們面對它 也許解決的方式會比較好一點 然後我們就是最後的這一個話語 希望能夠有幫助 好的 謝謝我們的老朋友丁學員帶來這幾篇文章 謝謝 拜拜 拜拜